6月20日 爱惜口中的语言 用慈悲的爱语 获到暴力气氛 能使社会趋于平和 爱惜心灵的语言 用智慧的心语 消除贪嗔愚痴 使心灵长保明镜 当一个人 从对人粗暴无礼 到待人温文儒雅 这就是心灵的文明 当一个人从寡怜掀耻 到惭愧感恩 这就是心灵的文明 当一个人从自私自利 到一心为人 这就是心灵的文明 心灵的文明 就是心中有慈悲 有智慧 心中有美好的东西 这就是心灵的文明 换言之 心理的建设 心灵的生活 就是心灵的文明 人性本是美好的 所谓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人之初 性本善 无人的心灵深处 原本就有一个文明的世界 佛教称之为 佛性 只是 我们这颗善良的佛性 日积月累 被自己的贪嗔鱼痴 所蒙蔽 被世间的五欲六成 所染污 因此 又慢慢回到野蛮时代 故而物质欲文明 往往心灵欲堕落 所以一个国家 不能只注重 物质文明的建设 而应该关心的是 心灵的文明 我们的社会 越来越文明 这就是进步 越来越进步 这就是文明 佛经里所谓 东方流离净土 西方极乐净土 都是心里的文明世界 佛陀的清净法身 圆满报身 也都是文明的境界 我们能够创造美好的世界 建立人间的净土 这就是心灵的文明 文字修 一个国家 不能只注重 物质文明的建设 而应该关心的是 心灵的文明 每日同一时段 与你相约 有声书香